潘家园啊是一个打不死的市场 它最初没这么强大 北京的这种古董地摊 从最初的萌芽开始 到最终的潘家园成为合法市场 至少走了15年 甚至20年 最初呢 就是我能够印象中 记得最早的这种卖古董的地方 形成了市是长春街 在这之前那就行不成市 就我说卖菜一条街 中间可能有一个人卖碗 这也不能算 长春街的这个古董市场 它是卖完菜以后走到尽头 在锦里头大概有个 我现在回忆一下 大概有个七八米长的位置 有那么个七八个摊 就这么点人 这是我对北京最初的卖古董的 专业地摊的一个印象 那很快就被抄了 一抄你这只能卖菜卖鸡蛋了 卖菜卖鸡蛋多没情趣啊 愣把这一有情趣的事 给扼杀在摇篮里 后来北京就有了什么呢 白桥啊 预言潭呢 那时候我住北京城西边 天天从预言潭门口过 预言潭门口 八点以潭 以前准有地摊 过了八点就没了 为什么过了八点没有了 过了八点政府的人都上班了 一上班他们就散了 白桥这地儿也是 全是地摊 那么后来呢 慢慢慢慢地摊就被赶了 元潭赶 赶完了白桥赶 赶哪去了呢 赶到北京最有文化的俩地儿了 一地儿叫后海 一地儿叫古楼 这后海这地儿有意思 后海呢 有点小漫坡 有点那边还有点 这歪脖子树 然后但是它这个地方 有个先天的好 也变成这个先天的坏 就是它这个地方只有两条通道 就是一条通道 慢慢形成近 大家都从这边近 出都从那边出 有俩口 这俩口就要了后海的这命 为什么 当后海市场发达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最好的地上都有官邀 最发达的时候 就有人来抄了 这一抄怎么抄呢 两头一卡 梦中捉鳖 一个都跑不了 所以那个市场 抄了几次以后 就元气大伤 这个市场不是把你轰走就完了 把你东西都没收啊 没收连个条都不开 那你就吃个哑巴亏 那是以后谁到那做生意啊 所以后海的地理位置 决定了它 很容易灭掉 我记得光后海 原来是我最大的一个乐趣 为什么从我们家走啊 其实停车快 很快就到了 到了以后呢 那个地方本身 你想想北海 后海就在石沙海后面那个位置嘛 那个地方本身还具有一些文化的建筑 所以它那个气氛非常融啊 和这个这个城市相融 再加上那是早期的市场 经常有人一解开包袱 那里头就宣折盘子都有 你想想 你今天都是价值连城 在拍卖会上一卖 就是几千万 那时候可能有人从书包里就拎出来了 你想你激动不激动 后来呢 古楼 古楼啊 北京啊 西安这都有 古楼 中古楼 中古楼呢 晨中木谷 早晨起来敲钟 晚上敲鼓 一敲鼓就封城了 你想古楼之间啊 中楼和古楼之间的一大块空场 摆摊 摆摆摆摆摆摆 哎 还真是有点明白人 就说这地儿啊 别摆摊了 赶紧给它拦下来 就拿 就围了一个小小简易房 所以那个地方就 就形成了一段时期 那段时期我觉得 就感受特别特别好 为什么 你在这跟人买个东西谈判的时候 一抬头 中楼 一回头 古楼 你看这感觉 是吧 然后呢 他那一大块区域里 除了卖古董的 还分出一部分 是卖北京小吃的 所以在那儿啊 去跟人家那小店里 很小很小 有时候就只能坐一个人 这里只有老板一人 你进去 再进了一个人都进不来 跟人聊会儿天 买一东西出来 那种感受 真的是今天没有了 你今天弄不到这个 你去了 你看我前两天去逛这个 潘家园地摊 那人都拿着盒饭 那种感觉就不好 这个古楼这个地方呢 后来因为说这个污染 不知道污染啥了 就把它给拆了 后来北京 你比如红桥也有 最后就全都没了 最后跑到了 这个潘家园 潘家园这个地方 说句实在话 这个地理勘察 我现在都闹不清楚 哪叫潘家园 反正就是南城这个地方 南城过去北京人看啊 北京人自己看 南城都算个鬼地方 因为南城穷啊 那边地方呢 当时那个土地也没有开发 堆的烂七八糟 旁边有偶尔有个楼盘 这边就堆的 都是什么堆土的 堆沙的 堆什么都有 所以那地也不是平的 哎 就因为潘家园这地方大 没有边界 也没有路可堵 你没地堵去 这所有的地方都是路 所以来查抄的人 都查不着 抄不着 再加上 时间长了 这些摆地摊的小商小贩们 都有了经验 比如他一看 谁来查 查抄啊 现在好 城管起码穿着城管的衣服 开着城管的车 那时候查抄的人也是骑自行车过来 就是带一红袖标 啥也没有 就一红箍 好 做买卖的人 贼 自个儿兜里揣一红袖箍 一看查抄的来了 因为查抄的来往往就呼啦就散了 这一散 自个儿把这东西一带上 拿着自个儿的东西 你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互相也不认的 东西就临走了 善于伪装 潘江有很多小土山 有人就爱在山上卖 那时候我记得那山都松软 是临时堆的 我爬上去了 看那东西一脚的土 我就问我 你这都弄山上干什么呀 我说你到下面平地去 下面不能待 说上头 居高临下 一来查抄 我这个 你看我这个包袱斋 就是一包袱瓶 一滴了 你扛着 你不能拆我 你不能抓我 是不是 你来了不能先 奔制高点吧 所以呢 站在上面 安全 虽然买卖做的不如山下好 但是山上安全 我一看啊 中国人真是有聪明才智啊 就差放消息树了 那时候山上一个歌一消息树 看过那个电视没有 那电视叫什么来着 小冰探嘎啊 还是叫什么呀 搭着梁棚 一看来抄了 把树一放倒 大家就鸟瘦散 后来由于外国人 北京这外国人多呀 北京几十万外国人 总是有外国人 特喜欢逛地摊 因为外国就有地摊文化 人也不查超 所以呢 外国人老逛潘家园 潘家园呢 就成事了 一成事 我们官方呢 就网开一面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还是外国人帮了个忙 那这个潘家园 现在这个位置啊 历史上 就不是潘家园 那个最准确的位置 它实际上是东移了一大块 所以就盖了那么一圈 你看一圈全是大楼了 现在就剩这里了 开始盖大棚 北京城市大 在中国呢 就是首都 一说就是北上广山 你看北还排 北京还排在前头 皇城的人呢 都有一种啊 过去 北京的这个老皇城的 这些人呢 都有一种 这种 自豪感 就觉得我是皇城人 所以他对钱的感受 比较麻木 所以多给你俩钱 没什么关系 那么北方做生意的人 甚至南方人都愿意上北京来 北京生意好做 你比如北京生意啊 经常比较多的天津人 天津人有意思 江本求利 对吧 就小利就行 赚点钱我就干 那么东北区域的 华北区域的 再远一点陕西的呢 都往这跑 各种啊 这种古董小贩子呢 都是从外地 扛着古董进京 到了北京就比较好卖嘛 你比如说天津 天津沈阳道 非常有名 天津人就直接写着啊 沈阳道 古市场 92年就写着了 对吧 最初他就叫 旧物调剂市场 过去旧东西不能扔啊 值钱来回调剂 上海呢 这个东台路 古市场啊 后来也给搬迁了 也没了 我们这潘家园啊 到今天 还叫旧货市场 就是旧货 你别看里头 全是卖新货的 它就叫旧货市场 潘家园最初是一个 周末市场 周末最初就是一天 后来呢 就变成两天 后来就变成三天 最后他全天 全周开放 什么时候都开放 只不过周末的 这个生意就比较好 过去啊 一到周末啊 周五的时候啊 周圈的小旅馆 全是满满的 各家所有的外地 来的人先住一宿 因为第二天早上就要卖 你第二天不可能 早上赶过来 所以头天晚上啊 最初是礼拜六晚上 后来往前挪了一天 礼拜五晚上 后来又往前挪了一天 礼拜四晚上 就开始 在旅馆里交易 这有一新词啊 你准备听说我 这词叫床交会 床交会 中国人发明的 你知道我们有广交会啊 广交会都有五六十年了吧 这个好像1957年就有了 广交会 广州 这个商品贸易交易会 北京还有京交会 我们前前几年成立的京交会啊 我们这些卖古董的人啊 就叫床交会 为什么叫床交会呢 你知道我们一般的啊 包一房子都两张床 对不对 他自个儿睡一张床 把他带来的那个古董 真假古董 铺在另一条床上啊 另一张床上铺满了 他睡这张床 然后谁一敲门一开开 看 哎 一眼一眼 看过去一览无余 哎 喜欢这 这多少钱 大人一商量 哎 买成了 头天晚上 整个宾馆里先开一波床交会啊 床交会很有意思 他不多花钱啊 你想他也不用交摊费费 他房费交了 反正他在这住一天啊 所以呢 这是一个极低成本的贸易 在这波贸易里 很多人就把这货交易了一番 他有的人呢 是自己有路子 比如我有几个固定客户 专门买某一种东西 那我就买了这东西 哎 你别看贵 我能卖出去 另外呢是有的人呢 对东西的判断不一样 我认为这东西就值两千 那个人一看说 这东西咱们也得值五千 所以他就两千买了 他去卖五千 所以这种内部的交易 过去在古董行里 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串货 就是他先自个儿串好了 各归其位以后 将来他跟市场去面试交易 那么来北京啊 就是做这个古董交易的 很多人呢 都是这个 有传统的 你不要认为说 那人怎么突然就搞起这个古董来了 哎 你去追根溯源的时候 你会发现突然它有点传统 你比如河北地区啊 有个地方叫熊县 熊县 距北京现在120公里 120公里 我们现在想开车 不就一个钟头多一点吗 可过去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要骑多长时间呢 大概要骑快点 大概得骑六七个钟头啊 甚至甚至七八个钟头 你中间还得吃饭呢 骑大半天 这熊县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啊 你比如我们这个 熊宋呢 有个非常重要的协议 就是我们的禅渊之盟啊 我们古书上对他的评价 当然有多少有点丧权辱国 但是呢 当时遥宋呢 还是享受了禅渊之盟后面 一百多年的这种安定和发展 禅渊之盟啊 是遥宋呢 签约 这个签约呢 当时签为兄弟之国 不是君臣 是兄弟 所以叫遂弊 遥盛宗年幼 当时宋真宗呢 为兄啊 就称宋真宗为兄 所以那宋啊 不按土地算 按这个当时皇上的这个年齿算 所以宋真宗为兄 这个遥盛宗呢 就为弟了 后世就按着这个 就一直称呼下去 我们汉民族 跟游牧民族之间呢 贸易呢 我们还是比较会算你的 游牧民族 他动作快 因为他一动当中 没工夫连战 差不多我就卖你得了 但是汉民族过去的思想 是我做的家门口做生意 卖不到这价钱 我不卖你 所以我们在贸易上呢 还是有一些贸易经验的 禅渊之盟 这个签约以后呢 雄县这个地方呢 是交割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出现了 这个河北地区呢 就有四个雀厂 我们先说雀厂 雀厂今天听着很别扭 因为我们好像听不见 什么地方叫雀厂 我们听见的都叫商厂 对不对 但我们有一个词叫 商雀 其实意思 意思差不多 你比如我们今天的雄县 就是当时的一个雀厂 雀厂就可以理解为是商厂 商雀嘛 那么还有就是霸州 就是今天的霸县 还有这个今天的这个徐水呀 和这个随城县啊 等等这四个地方 在那个时期 就是在这个宋辽时期呢 是河北的四雀厂 跟辽进行贸易 我们每年给他多少呢 宋国人每年给他十万两白银 二十万匹这个捐 但我们跟他的贸易又赚了多少呢 利用这种差额贸易和我们的需求 每年光在这四个雀厂 宋政府就能赚一百多万两白银 那就换句话说 我给你十万两也就要拿个百分之十的一个回扣 所以一直到辽灭亡的时候 一直保持这种这种贸易啊 贸易很有意思 就是贸易会促使社会加速进展 所以你看今天雄县啊 雄县一直过去北京 北京在北京卖大平的啊 全是雄县的自行车 因为过去的自行车后面都贴着那个 有一牌子牌子上面写着雄县 什么12345 北京写个北京56789 就是他都写着号 你比如还有山西 我当年去啊 山西介修的张兰村 明清时候这地方叫山谷云集 乾隆年间的时候 这个张兰的这个古丸就非常的兴盛 他为什么兴盛呢 是因为乾隆时期 山西啊 晋商发达 有钱的地方 除了物质以外 需要追求精神 精神层面最能够体现的倒是这个古丸 古丸能体现 体现人的这个精神层面 它不是纯物质的 所以各家各户都能交易 我去的时候到那个地方 你比如说那个有个村叫后锅吧 推门就进 一进你说你家有什么 他说摆着呢 你看啊 我先喂个鸡 他出去喂鸡去了 你在这看 看完拿去 这多少钱啊 说你给30吧 说哎呦 这值不了那么多 15行吗 行 我问你再加一块 16 买就做成了 每家每户随便去 特别有意思 那狗叫你都推门都没事 那狗就光叫 从来不咬人 为什么不能不咬人 那你要咬人 那生意做不成呢 那主人跟那狗都说过 就是你见人叫就得了 通知我 这个张来啊 就张来和这个后锅的时候 那时候王世湘先生健在 王世湘先生70多 我那时候30多点 冒点头30 想起来啊 这都跟恍如隔世 你想王先生都95岁高 94 95岁高龄去世 这去世都十年 现在他如果他活着都100多岁了 我都这岁数了 那时候我是年轻小伙子 那么你去这些地方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这些东西历史上 这个地方啊 他不会无缘无故的 就卖这些东西 他历史上就有传统 所以我们每件东西 当你追寻它的根源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 他确实这东西都不是白来的 那我们的地摊也是这样 我们由农耕文化中的 这种最初的贸易形态 进入了城市以后呢 城市人不大容 就说你到商店里去 你凭什么在这 那商店里有费用啊 我这东西共同就卖 撒瓜俩早前 你让我进商店 我怎么卖 再说那商店也不是我的 我进门怎么弄 所以就是地摊 我摆开就卖 你给我钱差不多 我就走了 那么潘家园地摊 后来就发展成了一个大棚 这大棚一开始特恶心 弄的都是红色的棚 那个红色下面不关谁 您拿一次机 搁那红的大棚底下 什么都看不见 只好跑出棚去 到外头去看去 对吧 这红色的棚 红色的灯是干嘛用的 灯光啊 灯光干嘛用 卖肉的 你今天注意看 卖肉的上面那灯 都是带红光的 为什么肉显得新鲜 还干嘛用 美容的 你知道吗 美容过去有这么一招 就是说您来的时候 给你开一灯 看看你那样子 他开那灯是冷调的 蓝的 所以你看那不好看 然后给你又洗又弄 折腾完收完你钱 再给你看一下 那灯就改红色的了 你看着就红光满面 这里都有很多鬼的 那个灯光啊 灯光很有意思 大棚的出现 就使我们的地摊 多多少少 有一点变味 那么你比如北京的古董 北京的古董价钱 我们说一大概 三十年前啊 今年是一六年 那就说八六年以前 是吧 八六年以前的那东西 你开价没有上百的 你上了多少钱 三十吧 四十五十 都是没有上百 谁一说一百 你就皱眉也没人听 你转身就走 这人有病吧 就走了 那么二十年前的时候 你在逛摊的时候呢 那就是几百几百的 没有上千的 很少有人上千 上来说这东西好几千 没有 后来就不行了 就是大概是 拍卖行是94年 93年开始成立吧 大概到了拍卖行出现 三四年以后 价格就开始失控 它价格就开始 就没人控制得了 那要什么价钱都有 比如你到 这个地摊 你今儿到攀家地摊 人家说你这多少钱 他说五百 你从底下拿出钱来 啪啪啪扔五张 拿起来走 说你干嘛 那你这捣乱的吧 我说五百是五百个 什么叫五百个 就五百万 一万是一个 过去说这东西几个呀 你说三个 你给这三块钱那成 就是三万块 地摊上真有胡要的 但是你就不敢胡给 你敢胡给 就是因为你明白 如果你不明白 你敢胡给 你胡给一个价钱 你肯定吃亏 地摊有一规矩 我可告诉你们 还完价 必须认这个价 你不能还完价 人说我卖给你 那我不要了 那你等于捣乱 你学人市场捣乱 人跟你打架 所以还价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怎么去还 就是比如你觉得 你们差距很大 你说这我没法还 差距太大 那可能他就给你一句话 说你还多少 我都不嫌少 那你可以还价 但是呢 千万不要说 人家要一个比较大的价钱 你上来就是 比如你去说 你说这东西多少钱 人家说三万块 你说给三十吧 人家觉得你要捣乱 对不对 三万块 这东西能值那钱吗 这东西根本就不老 这个值不了啥钱 那说那你说多少钱 说那就三十 三十 你给六十行不行 这是可能的 但是一定不能上去 随便蔑视别人开的价 不管那个价钱 你认为有多不合理 中间必须要有语言过度 我们今天老觉得 还说你说那价钱 哎呦呦 当时三十年前 怎么样 我赶上这东西 怎么那么便宜呀 其实啊 我告诉你 古董最便宜的时候 是最贵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当时的人没有闲钱 我们今天 你到地团上去看 哎呦 说我花一万块钱 你这一万块钱是闲钱 就是你没这一万块钱 你生活没有任何改变 可三十多年前的中国人 大部分人兜里都没有闲钱 每个月的钱都是可丁可锚的花光 说我这十块钱从哪出啊 这东西就十块 十块钱我也没地儿出 出不来 我讲过 我刚去工厂时候 对这个工厂的最强烈的印象 就是发工资的时候 互相师傅们还钱 月底借钱 月初一发钱赶紧先还上 到月底又借 就是都差个十块八块 过不了这个月 所以那时候人没有闲钱 没有闲钱 你去买东西 什么东西都会贵 对不对 三十年前啊 那是一九 一九八六年 那到不了三十 大概是一九八八年的时候 北京流利厂 官腰碗 公家卖 乾隆官腰 一点毛没有 崭心如脱的这种官腰碗 四百块钱一个 当时还打一九折三百六 你算啊 三百六十块钱 你觉得三百六十块钱 你还不买 今天那东西值三百六十万 可那时候人 他就没有三百六 今天有三百六十万的人 有的是 这个社会的 对钱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 我认为 出不起钱就叫贵 出得起钱 都不能算太贵 最初的啊 这种地摊交易呢 最好的这个状态 是什么呢 这个很有意思啊 最初地摊 我们说的地摊 就是这种古董地摊 潘家园这种地摊 最早出现在北京的 就我说过 出现在厚海啊 出现在古楼 这种地摊 他最初的一种状态 非常好 叫卖卖成了以后 双方都高兴 都特别高兴 卖东西的 说我东西卖出去 买东西 我买的东西真好 慢慢慢慢就演化成什么呢 这个单方高兴 谁高兴呢 卖东西那高兴 买东西为什么高兴呢 他把假的给卖出去吧 他可不是高兴吗 说东西给摊出去了 说来一个 那个早期买东西啊 他油商多 就是他不是固定摊位 我们现在的很多东西 是固定摊位 就是你在这买的 你下个月来 你过半年来 这人老在这 那时候不是 他都是 今儿你在这 明儿他就不在 你找不着他 所以你买卖呢 你必须要当时决定 你事后没有沟通机会 比如你买错了 买贵了 你再跟他商量 没这个机会 那么当时呢 还要做到一点是什么呢 叫当机立断 所以我们早期买东西 第一孤立无援 你对这个东西的判断 必须当时做出决定 你没有办法去回去翻书啊 所以回去跟人商量啊 或者怎么着 没这个机会 这不像今天的古董行李 你看这东西 你说我先照张相啊 拿手机巴达一拍 回家就翻 这什么东西 怎么回事 再看看细节干什么 现在你照片放大了以后 看得很清楚 回去就觉得 呦这东西对的 怎么回再回去 说多少钱还在商量 这是现在 过去没这个 地摊上竟蹲着 你拿着这东西 你都能感觉身后全人 你只要一撒手 按照规矩啊 你们俩谈买卖之间 别人是不许插手的 但是你放下了 别人就可以插手了 我曾经就有这种情况 就是你拿着这个东西 你跟人价钱没摊拢 往下一放 人家后面这人 直接就把东西拿下 说我出这钱 对不对 摊主跟你说八十 你说我给你三十 说不行再加点 给你四十 不行再加点五十 那人说我少六十不卖 想了想六十算了 往这一放 我帮他上来 我给你六十 人跑跑 没有人盯着 过去的古董 价值的判断 都是因人而异的 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价值 你说五十跟六十 有什么区别 你今天五十万 跟六十万有什么区别 五百万跟六百万 有什么区别 区别是个阿拉伯数字 但是对这个东西 自身的价值判断 没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早期我们必须练就这种野路的 就是当时的判断 所以就学会了自己很多事情自我判断 不需要去跟人商量 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训练 今天很多人做不到 早期的潘家园 那巨大的市场 那个漫山遍野的市场的时候 他支撑了北京当时改革开放以后的 很多的对外窗口 有什么呢 你比如很多的商店 甚至包括友谊商店 你像虹桥市场 各大市场里 专门卖外宾的这种小商小店里 都是跑那去进货 跑潘家园进货 进完货以后跑那再去卖 这东西一换地 就变得价值连城 你比如我看到 当时北京的五星级饭店里 有的人就是在地摊上买完东西 到饭店里一翻 翻十倍八倍 甚至一百倍 都是可能的 那么潘家园地摊上 也确实出过 这个非常重要的瓷器 对不对 很多很重要的瓷器 今天摆在博物馆里 包括官府博物馆里也有 包括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 都有从潘家园走出来的 中国古代经典的艺术品 那很多东西我是知道的 每个人看的时候 想一下 这东西真是身价倍增 当年就扔在地摊上 倒着放 很多人都不懂的情况下 你把它买回来 把它记录在案 这个搁在博物馆里陈列 教育公众 我们先人达到怎样一个高度 逛潘家园 我早年 最爱逛 逛的时候呢 年轻的时候打着电筒 背着个包 揣点小钱 每次都有收获 我老说叫贼不走空 大概十年前甚至还多一点 那书潘家园啊 人拥挤啊 人是磨尖皆种啊 你现在磨尖皆种 你好像就是个词汇 在那你就能感受 你往前走 你得推人后背 你后面老人推着你 那个摊位也非常的拥挤 我看远处啊 大概隔着我有个七八米 有一尊佛像 看着非常好 我就过去了 我就从这跳着啊 背着摸着人的肩膀 跨着人的摊 终于走进去了 一看 哎呦还真好 这时候我太太在外面叫我 因为吵啊 听不见呢 她就俩手就吵 就拼命的招呼 我说啥意思 也没法嚷嚷 我只好又出来了 我出来以后 我说什么事 她说 这旁边的人说 她说那东西是假的 我说是我看 是她看 我在里头呢 她在外头 她怎么知道是假的 我说那人呢 她说那人呢 怎么没了 一看 那人在那交钱呢 你知道吗 把我给框出来了 她自个儿去买那件东西 这就叫计谋 人有时候会有计谋 计谋有时候会使你成功 这人就用这种小歪招 居然他就成功了 那东西就被他买走了 那尊佛像请回去了 让他们天天面对他去忏悔 那么潘家人由于市场的需求 越来越大呢 但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古董理论上讲是个衡量 就是它不会变化 那么这个衡量呢 一旦破损就会减少 一旦进入了这个收藏单位 比如进入了博物馆 它就不会再进入市场 它也会减少 那么一旦需求增加 它相对意义就减少 所以旧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 工艺品新的就会越来越多 其实这也挺好的 到今天为止我看啊 我去了我刚去的 依然有很多真东西啊 要不然这怎么摆俩东西呢 我一开始我一进去 我还确实有点晕 我一进去这是人家告 我这里没了 潘家人以后 后来就没有这个老的 全是新的 那我觉得新的也有新的好吗 我们对东西的理解不一样 潘家人有它存在的道理 你不是手串 新的200块钱 150 180 50都能买一串 那很多人喜欢 这事戴在手上不挺好吗 对不对 你看看那个新雕的佛像 那到处都是堆在那 那有人请回去 在家摆一尊 没什么大不了 老的我还买不起呢 对吧 我觉得一个时期 有一个时期的东西 一个时期的人 有一个时期人对物的一个判断 潘家人地摊的文化特性呢 地摊的这个特性就越来越弱 他现在看着就有点这个 貌似规范了 后来又盖了房子又什么 他的个性化 就是我们最喜欢的那种随机文化 他一点一滴的就在消失 而且卖东西呢 就是蜂拥而至 那么我就想 如果我们北京 有一个公园 这公园就是地摊文化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 周六周日的上午 允许老百姓摆一些地摊 然后让老百姓 在逛公园的时候 享受地摊文化的随意性 享受他那种亲情 和那种野趣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种 有升级的城市文化 还有那种野趣的